大家好 今天要吃包菜 最近种的这个品种的包菜很大够 前几天天气好 我们有摘了一些包菜做菜杆 你看这个包菜都很硬了 都可以摘了 现在下着小椅快点跑回家 包菜的竹子很多种 今天我要煮这个山药粉皮 这个山区买的都还没吃掉 这个要先泡水半个小时 不知道是什么 干燥剂 这一片片呢 挺好看的 透明的那种 破了吗 把外面的一层菜叶剥掉 它就是这样 很大个 然后切一小块就好了 就行了 那么这个 我需要做一件的 就是自己做的 我用来看一下 这个要环境的 不 Bengal 有黄尔 有黄尔 或者是 包菜洗干净了 今天这个包菜直接用琐事了 不用菜刀切 女儿刚才换鞋回来 她跟我说肚子饿 你知道怎么了 我给她煮了一碗拌面 然后一碗全部吃了 估计等一下不用吃话了 要开始炒菜了 这是猪肉 大蒜 小蒜 中斤 中斤 大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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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麻 牛肉 芝麻 白芝麻 芝麻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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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炸焦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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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盐 炸焦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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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泡嘛就是QQ的那种感觉 加些水 炒菜的时候可能这个锅铲比较好用 装菜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锅铲好用 这个锅铲比较好用 这个锅铲比较好用 今天炒菜加了辣椒碎 这个辣椒碎其实吃起来不辣 因为这几天我也用这个来炒菜 这太容易了 这个太容易了 一片一片 一片 很美味 羊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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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 牛肉